如果我们给帝刺吃三包金可拉,最后会变成什么呢? 我们都知道,帝刺是个利器植物,仅需一百阳光,就可轻松化身为冰车杀手,一口气送酒量冰车上西天都一如闪闪,但是在碰上赖皮的巨人僵尸时,帝刺的攻击就会显得微不足道,最终还是被巨人僵尸砸扁了。 那如果我们给帝刺吃一包金可拉升级进化,会怎样呢? 小帝刺,你感觉怎么样? 我干脚,我全身都充满了力量,我要爆发了。 新植物,豌豆帝刺由帝刺和豌豆射手杂交而来。 这次的帝刺吸收了豌豆之力,攻击方式也变得很奇葩,可以在攻击僵尸的同时发射少量穿甲豌豆攻击僵尸。 那我们给豌豆帝刺安排一只克星巨型加刚特尔,看看这俩到底谁输谁赢。 我的天哪,没想到这小帝刺才吃了一包金可拉就变得这么强了。 轻轻松松单挑一只巨型巨人僵尸都不是问题,那我们再给他吃一包金可拉,看看他还会变成什么。 新植物,机枪地刺球,由坚果地刺和机枪射手杂交而来。 现在的地刺因为吸收了金可拉的能量,变得非常厉害,每当他遇见僵尸时,都会发射出一圈刺球攻击僵尸,并且刺球还会有概率套娃或击飞僵尸。 那我们就给他安排100只超耐扎的巨型冰车僵尸,看看他能否抵御住这群巨型冰车僵尸的进攻。 哇哦,不愧是机枪系的植物,威力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无比,轻轻松松打败100只巨型冰车僵尸都不是问题,那我们给他吃最后一包巨型金可拉,看看他会变成什么。 新植物,毁灭地刺投手,由地刺和毁灭孤进化而来,因为吸收了毁灭之力,所以现在的地刺已经坚实不同往日,哪怕在遇见一大波僵尸的时候都不怕,直接投出毁灭地刺即可灭掉一群僵尸。 这威力只能说是离谱他奶奶给离谱开门,离谱到家了,那我们就给他安排10只小姜王博士,看看以他的威力能否打赢这10只姜王博士,大家感觉他能否打败所有姜王博士呢? 感觉能打败所有姜王博士的扣一,不能打败的扣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